你不想睡覺了 韓家水 在沒做完事之前,你竟然睏眼睛 早安,大小…不… 對不起,大小姐 我受不了兩晚 屠堤,我不想睡覺 好,其實Darri姐 綺麗也沒有休息過 我們個個都沒有休息過 因為最壞的是龍力士 明知道你的計劃還沒搞定 特地提早一個星期開報告會議 他特地在爸爸面前表面就稱讚我 說我辦事能力高 說早一個星期我一定能起火 難道我跟爸爸說說我不行? 石龍山很明顯就是知道 大龍山很重視我們接龍 跟萬有引力集團的合作 他才會這樣玩 別說我玩,他一定有報應 我龍力年報復從來都不靠天涯 我是靠自己 繼續 Mass 媽媽,你怎麼走路沒聲音呢? 是呀,我看你熬通宵 就特地燉寶湯來讓你補身吧 對不起,媽媽 我通宵令你也辛苦了 最壞的龍力年害你熬通宵 我原本早就已經做好了 怎料放上雲端的東西 就突然被人惡意攻擊就沒有了 先喝湯吧 謝謝媽媽 不用擔心,都知道誰做的了 就向你爸爸告發他 我有證據就早就告發他了 怎麼樣?湯好喝嗎? 媽媽,為什麼我喝完之後 一身氣喉嚼這麼熱?是不是正常? Mass 你們有沒有覺得好像很安靜? 好像差一點點 沒了大字聲 大竹仔 我要出院 我要出院了 你也進了院了? 你這樣也死不去,真是天沒眼 你真是陰濕 弄得我雲端的東西就什麼都沒了 現在還在這裡嘴臭我嗎? 是你出陰招在先的 你好意思還我 你平時都陰陰濕濕的 如果不是我,提早進行反擊 我就被你騙了九年都不遮 馬上… 住手,你們幹什麼? 爸爸… 你們發什麼瘋了? 在醫院的地方動手動的曹煙巴閉 簡直是刁龍家的假 對不起,爸爸 還以為你們勤勵趕計劃 原來是因為護膳對方弄成這樣 死勝不改,想擊死爸爸的三敗 不是… 和萬有引力合作的計劃 我會找別人跟你們不用管 我會找到你了 爸爸… 每次都是這樣 這次他也不知道會生多久生氣 我們爭來爭去 只是想爭做接龍繼承人而已 不如這樣,一局定輸贏 誰贏了就誰做爸爸的繼承人 若然爸爸最後選了龍力士做接班人 那我為接龍辛苦苦打下來的江山 豈不是益了他? 早點知道結果只蝕離場 我出去自立門戶更好 怎麼樣? 要不要考慮這麼久? 這件事對我們大家都有好處 好,我接受 爸爸一向都很想跟大羅集團合作 談生意的,誰歸得贏,我們就誰贏 你跟羅爵士那麼好朋友,哪公平 那你想怎麼樣?經常說公平 不如這樣,用我們部門的業績來鬥 你是不是瘋了? 大家的業務色則都不同,怎麼比 那怎麼辦?我還是有那樣說那樣 這樣又不公平,那樣又不穿… 接龍運動會? 誰輸了,誰自動辭職,永不回耐 又搞接龍運動會? 不是初天才搞完嗎? 對 今年搞得特別認真,看看有多少規矩 是呀,這麼有趣?不可以直按藥 不可以播歌,禁止作弊 還要指明運動會前要驗尿 還要指明運動會前要驗尿 你說不就是無尿 這種運動會哪會作弊?真是多餘 最奇怪的是今年賽制不同了 不是分部門,而是由大小姐 和小龍先生各自領軍 那是不是真的像那些紅白大賽一樣 各位 大小姐… 美,把報名表派給他們 收到報名表的人都是被我選中的 大小姐,不好意思 什麼事?為什麼我會參加短跑? 還會替我報兵分科? 龜肃明,入職履歷那裡寫 你中學是田徑隊隊員 短跑最快、奸進 你曾經幫學校拿過全港中學冠軍 是嗎? 是… 藥水,你是羽毛球和排球隊校隊 David,你最擅長是紮鐵餅 還嗎? 我一向都很愛才 所以各位同事的強項 我遼如指掌 你們跟著我 我一定可以帶領你們大獲全勝 大獲全勝 謝謝… 你知其一不知其二 阿明是贏短跑賽也是短跑高手 不過他跳高更加有水準,是不是? 也是 我現在誠邀你加入我的歷史隊 阿明,你… 藥水和高伯批已經決定加入我歷練隊 是不是? 還有尋寶圖的所有人 我相信你們都懂得選擇 我相信大家都要為你們的未來著想 不是所謂的老闆叫你們去死 你們都要去死 那就真的要想清楚 究竟加入哪一隊才不會後悔 老闆,剛才補一補他們 對,應該放完轉休息 他們的體能應該很好 我們現在去保安部了,好嗎? 二、三、三 好,走,走 一個、二個,替我填的名字上去 轉個頭,交上去給阿咪,走 這次的運動很重要嗎? 為什麼我們公司的CEO和CFO 都這麼緊張? 對,大龍生日出了出,不在香港 根本也見證不到結果 你們兩個怎麼這麼無聊? 來吧,兜來給誰看? 你們兩個沒有秘密網嗎? 沒有 秘密網絕對可以解答大家的問題 這次的運動會不是那麼簡單 先開秘密網 輸了我的隊,要離開摺籠 不是玩得那麼大吧? 是嗎? 應該站在哪邊,站在哪邊才會穩固 你又可以選擇 你一定是大小姐的人 她當然不能選擇 要選的人是她老公 要選擇哪邊才能補充工作 否則隨時就不能混合 工業理呢? 是否和你老婆共同進推? 你沒聽過嗎? 千萬不要把所有雞蛋 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什麼意思? 就是你要去石龍山那邊? 其實我和Ivan、Peter 大家都面對同一個問題 因此我們有了共識 要和另一半分散投資 不要在同一組裡面 公業就說得對 這樣做的話 只得限度有一半的機會 可以補充工作 那倒是 如果我們一起在大小姐的隊伍 萬一輸了,豈不是倆一起失業? 那就打亂我們的賣房生姊子 歷年隊的各位,早安 大小姐,早安 我今天開這個誓師大會 就是想親自跟大家說清楚 輸了的一方,要全數離開公司 所以接下來這一場 就會是許勝不許敗的比賽 站在這裡的都已經沒有退路了 辭職信,我也幫大家準備好 如果大家不想走的話 就要好好準備這一場比賽 辭職信 輸了就要辭職嗎? 如果這裡有人有盤輸的心態 請給我立即離開 對不起,我剛剛表達錯了 我的意思是 我絕對不會給這封辭職信生效 我相信現在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這次這個比賽 如果輸了的話 就大家不能留下來 各位,我那封信已經準備好了 今天幫你們寫定的辭職信 不是要你們知道自己有盤輸的心態 而是要你們明白 你們跟我一樣是毫無退路的 我,我… 由今天開始 大家只專注做一件事 就是力增金牌 那現在大家有信心 跟我爭金牌嗎? 對,有信心,一定會 力增金牌